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硬體的連接,LED點矩陣 那LED點矩陣呢,老師您在用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我線圖都有接好,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原則上這個VCC就是接我們的電源 但是要留意一下,因為LED矩陣它會比較耗電 所以您必須要用5伏特的 如果用3.3的也可以用 但是可能64顆不會全部都亮 就電壓不足 所以說這個第一個要注意一下 留意一下,這一顆 如果你不小心電源跟接地接顛倒 會損失一顆變缸再多一點 因為這個LED點矩陣大概100到110 這個價位 那GND就是我們講的接地 接地的部分 那另外呢它有3個訊號線 3個訊號線 原則上我就盡量 我是盡量讓各位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把它接在這個 12、13、11這幾個 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反正接上去就OK 最主要是電源跟接地的部分 你不要接錯了 通常來講我們那個杜邦線 老師現在手上應該會有一個五根的 五根連在一起的那個杜邦線 你可以直接用那一個 對對對 那就連在一起就比較 因為這邊剛好要五條嘛 五條線就對,你可以用那個 你就不用說一根一根接 那麼杜邦線本身 沒有區分顏色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說不同顏色 欸對了,老師要留意一下 請斷電喔 請斷電再接喔 阿不然 一顆便當超過喔 欸就是 LED點矩陣它 如果說您是 接錯了 重新再接上去的話 也記得要先斷電 再接上去 因為這個 原件它 剛接通的時候 會有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所以如果您有動到 或者是有改變接線的方法 一定要把電源斷掉 重新再接 不然你怎麼測都不會成功 那老師您在接這個LED線的時候 稍微留一下就是 我通常在接裝備這邊的時候 我會像這樣 像這個就沒有拉到底有沒有 所以你要把它稍微擠壓一下 確定有到底 那一般來講 我在接裝備這邊 我會比較照著那個 就是線的順序 接到線的順序 因為待會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比較容易找 這樣比較整齊 有沒有 這樣比較整齊 那麼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 這邊 你就開始對 對不對 第一個 是VCC 我就接到5V的 我就接到這邊 記得接5V的 這樣你的電壓才會夠 那第二個 是 接地 所以我就可以接到這邊來 你這樣 照順序的話 我們再 看那個顏色 是相對比較容易 好 然後你就可以 這邊就比較單純了 十一 十二 十三 因為這種硬體的東西最怕的就是你線接錯 線接錯 如果是訊號線比較不搭緊 電源跟接地錯 就比較危險 這個危險是不會爆炸的 只是你會聞到焦味而已 尤其像我們上次有那個溫濕度啊 就有人接錯邊啊 馬上就燒掉啊 就塑膠就融掉的那個感覺 好 所以我現在已經把它接好了 那建議各位就是再檢查一次 好 細心一點再稍微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 每一個線 好 就是跟我們上面這個號碼 就是它上面這個 看有沒有接對 或者你要 再對應一下 我這邊的 好 如果你要跟我接一樣的 你就找這邊 這樣都可以 好 所以 以我這邊來講 我現在就是 確認我的 電源接到五福特的 接地 然後 橘色 因為我這邊有 照順序 我這邊 另外一邊吃就比較好 對 對不對 所以盡量不要就跨來跨去的 所以我們喜歡 其實 上次那個 WebDuno 我們那個 Marty在問我說 為什麼 很多人 拿這個 杜邦線的時候 都捨不得把它分開 哈哈 我在上課 我也發現學生也都捨不得分開喔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不分開有好處啊 因為像這樣子 我就 我要對就很容易啊 如果一條一條都是拆開的 是不是 你要對線的時候 反而比較不容易對 所以 我還是蠻珍惜它 不想把它拆開 好 因為其實每一條都是獨立的啦 事實上是沒有關係 好 那我現在確認好了 我們再把電源接上去囉 好 現在已經確認OK了 所以 我現在就來把 我的電源 我再把它接上去 好 現在 這樣有了之後 我們先來看看 LED點矩陣的 那個積木在哪邊 這樣硬體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它一開始這樣亮沒有關係 好 沒有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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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